那我们现在烧烤这个是日本A5和牛 也特别选用BMS12最高等级 就是油花最丰富的 顶级A5和牛 美丽的大理石纹油花露出粉嫩色泽 放上烤盘散发油脂香气 烤到七分熟 就是入口最佳时机 这家高档餐厅选用的是日本A5和牛 油花较多而且分布相当均匀 复客营作烧肉名店推出的和牛套餐 一个人是1.5万日元 约新台币3300元 以日元来计价 用晚餐后可以直接拿日币来结账 台湾人爱吃日本和牛 标榜不必到日本 就能吃到顶级A5和牛烧肉 细腻的烹调手法 无论是后切炙烧 或是切成薄片做成涮涮锅 都各具风味 我们有特别去日本做烤茶 对那里面包含了八道的日本A5和牛 对那除了生牛肉的吃法 当然有我们最专业的烤肉的吃法 还包含了火锅 然后用蒜的方式这样子 可以用日币来做结账 被誉为梦幻肉品的日本和牛 近年来在台湾掀起热潮 自2007年日本和牛解禁 出口到台湾的数量节节攀升 2022年更突破千顿大关 根据东京海关资料统计 去年生鲜及冷藏牛肉出口量是 四千两百一十九公顿 较前年成长百分之十三 出口金额也成长了百分之九 而单看从成田机场输出的牛肉 台湾就是最大出口目的地 日本和牛不只外销台湾成功 近几年也在其他国家功成掠地 不过日本家庭却越来越少 在吃日本和牛 甚至有超市直接下架 消费疲软 批发价更降至2020年6月以来的 最低水准 在东京市场最高等级A5和牛 7月批发价每公斤两千三百七十七日元 较去年同期下跌百分之七 和牛买气陷入低迷 原因在于日本当地薪资涨幅 追不上通货膨胀 让民众不再选择昂贵的牛肉 日币贬值影响的状况 就是要造成他们的消费 都全面的紧缩这样子 不单对只是对和牛的紧缩而已 而是他们整体消费 都在有紧缩的状态 对比所谓的日本一般的平价牛来说 其实和牛还是贵比较多的 所以有一些像日本的上班族 甚至这些小资 其实是买不太起 这样每一餐都吃和牛 透过这个日币贬值 和牛就成为一个外销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虽然在日本当地需求疲软 但和牛产量却持续增加 从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最新数据来看 六月屠宰和牛数量是四万一千六百七十九头 年增百分之三 连续十八个月超过去年同期 饲料成本居高不下 畜牧业者反而偏好养殖 能卖出高价的和牛 出口到其他国家 就是饲料增加 劳工成本增加 所以我当然不愿意 就是说我当然愿意去配合和牛 高单价才能吸收你的高成本 但是高成本 你高单价吸收高成本 大家看需求面能不能撑住 如果需求面撑不住 你只能靠出口 受到通膨影响 日本顶级食材 买漆瑞姐 和牛批發價四年来最低 不過對臺灣的餐飲業者來說 禁貨價不受影响 因為國內需求仍在高點 但日本本地高級和牛 越來越不好賣 業者把目光放延海外市場 讓日本和牛 成戰略性出口產品 TVBS新闻 黃冠偉 劉彥宣 台北采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